借会基金会推动偏乡照顾服务 以在地人服务为特色 认为在地人能够更了解地方需求 同时为他们提供工作机会 希望说其实基金会不要只是做救助的工作 其实有非常多的福利服务是需要专业团体来做的 就是越来越觉得其实偏乡 它不应该只是老婆留在那边的地方 如果他能够有可以持续提供收入的工作机会 他就可以让人回去 让人回去之后在自己的家乡就可以去思考说 我还可以做什么 是结合我的文化我的那个环境各方面 然后是友善的 建会基金会最大的特色 就其实我们都是在地人 在地都有办公室有支持的团队 所以不会是说我在这里指挥大家 然后再来是每个区它的需求 它的问题是不一样的 那只有在地人他才能够了解 他们那边是需要什么样的服务 而居服员黄淑瑾在偏乡服务已19年 在这些年照顾老人的互动当中 也带给他内心深刻感触 我们相处久了 我们就知道他要表达给我们是什么 要叫我们做了什么 像我们是要用心去看待他 他用心看待我们 我们就有同理心的心态的对话 照顾他 而目前还有许多老人 都是独自一人居住 加上住在偏远山区 居服员的到来也带给他们温暖 其实我们服务的长者 有时候他是自己很孤独的 住在偏乡的偏乡 就即便他在原乡 他的那个区域 比如说他还坚持住在山上 那他平常是看不到人 那我们的服务员上门去服务的时候 是他可能是他这个礼拜来 唯一有人能够看望他 跟他说话的 那我觉得在我们这些服务过程中 让老人家他觉得他不在那么孤独 透过居服员的陪伴及照顾 让偏乡老人不再孤单 借会基金会也持续生耕原乡 让更多偏乡老人受到照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观看